接着我已经先把TEST这个表 这假设是资料表 我有先把课程编号名称之类相关的资讯稍微编辑了一下 待会我们就来这边列出这些的详细资料 有课程编号名称时间费用类别 费用,人数限制,资格限制 那我们待会先来改这个详 点一下之后它要弹出一个页面 可以看到详细的资料 那我们先来建一个详细的资料 一样从这边新增一个HTML档 那它叫做View Class List 那它是一个课程List的资料 不是,叫Detail 详细资料,确定 好,那这份资料里面会有一些东西 我们先来稍微简单的去把它 一样用条列式的方式 那条列式的方式就很像这个 我们就把它扣过来用一下 好,我们之前做的这个新增的表 资料很像吧 那我们就把它扣过来用 就不用打那么多字 先把它扣过来再来修改 好,那里面就会有 一样就是这边我们会带一个叫做 View的东西 那这个是Jquery的东西 那底下这边会有一个是View的 建立方式我们稍微修改成这种方式 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NewView的结束结束的地方 那一样是App 那会有Depark测试的地方 那会带一个class的object 那方法的话 方法先不管它 方法,对,先不管它 所以方法这边我先把它取消掉 因为它秀出来之后应该不用做什么方法 嗯,对,就是只是给它看一下 然后就弄掉吧 所以暂时我们要做的方式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把它弄掉 好,那这个括号是Data的括号 好,那我们也是别注意一下 表示这个括号是Data结束的 那一样这样就是带个物件进来 那一样我们会带一个是 呃,我们之前有写的就是Created的时候 去把资料叫进来吗 嗯 嗯 好,我们建一个Created的时候 会去把资料叫进来 Created,那记得这边是要有分 有逗号哦 那这是Created的结束的地方 那我们一样会去做一下测试Created 是不是OK 所以我们会去把Debug的值 修改成 以建立 然后改成中文了 中文可能会比较 看起来比较 感觉比较好 好,那整个就是 呃,建立完之后 他会把Debug这边秀出 以建立 那我一样Debug这边会改一个HR 这只是都在测试当中了 好,那这边会秀出以建立了 那上面就会带出 其实上面一开始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会带没有东西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空的嘛 那会有课程 看一下,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上课时间 上课时间 机会放置费用人数限制 资格限制 人是资格限制 所以会有1234567 7栏 1234567 7栏没错 但是就不会有按钮了 因为暂时没有要让他做什么按的动作 好,那一样这样页面建立好之后 我们就要去把它呼叫出来 好,那我们一样来到这个管理的地方 所以这边我们要给他一个动作 就是当他按的时候 呃,view的view.js的方法好像是一个click 他可以带一个给定一个 呃,方法名称 比如说叫做,我们取名叫detail好了 detail,好 好,那我们把index带给他 表示带进去的是这个索引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所以底下这边我们就会写一个方法 那一样我们这边把它注明一下 这个是data的结束符号 好,那我们底下 那我们底下 会写 这个是created的结束符号 那会写message 方法 那方法也是一样 这是messag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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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方法的话 1,2,3,4 1,2,3,4 我们假设方法名称叫detail detail就是我们这边设的了 detail detail 那他带一个function的话 好 那function里面会带一个index进来 好 那我一样我们去做测试一下 我们利用debug这个资料来做测试了 做一个假设这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看看点下去之后是不是 呃 待会点下去这个详的时候 这边就会出现它的详细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看看 你来详细这边点一下 他就会出现详细资料 那点底下这个呢 他就会写1啦 但是这样是 没有感觉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按的状况 所以maybe我们给他改一个东西 我们改成button好了 好,我们改成button Type是 Build button 虽然他也是可以点 虽然他也是可以点 但是 value 就是这个香 那他也一样 把这个方法带上去给他 然后 好 我们来看一下状况 先看一个看看吧 好,这样就变成按钮式的 那我们就可以去点 那感觉会比较有东西 好 那接着我们会把底下这两个 顺便改一下 因为这只是一个工而已啦 所以我们这会把它改成 所以一个是修 好 那这边我都不会去针对他的美工去做一些东西啦 因为这个是事后的事情 美工的话就是要调整那个CSS 让他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好,那我们这边暂时都不做 我们只是做功能性的 练习而已啦 好,这样就会有修3 3 那因为我 直接复制 所以他把这个方法全部都带一样 好,那我们先看详细的这边 所以详细的这边 他就会去点 啊,我们刚才这边 展示的时候还没有做 抓资料 那我们先来抓一下 资料好了 那他我们来做一下抓资料的话 我们这边来给一个方法 那 课程管理这边给他一个叫做 get class list 好了 那这个会把资料抓完之后 反而一个 物件 那物件的 样子是怎样 我们先来做一下测试好了 那一样他会去 试算表 就是上面这个试算表这边去抓资料 所以我们去把这个抠下来 哦 他会去这个表 试算表这边去抓课程这一页的资料 那抓下来的时候 我们先直接抓范围 看看哈 去抓 去抓 一样我们去 Filebase那边看一下 啊 get data range get data range get data range 那他可以 应该是get values 取得 所有的资料 那我不知道这边可不可以 修出这个的东西 我们来试一下 不知道可不可以修出来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 get classlist 所以选取函数 是get classlist 点一下 呃 物件中没有get values 不是吗 啊 get data 对啊 没错啊 为什么选不起来 get data range 看下没有拼错 get data range get values 是 get data get data get dat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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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data get data range 是要有个括号 是一个方法 好再来试一次 好 那应该有那不知道修作会是怎样看一下 好 那他会是一个 外面看起来是一个正列 那他会有课程编 第一个是 课程编号 好 好 那我们假设 来 弄一下 我们希望返回的是一个 呃 类似也是一个正列了 所以正列的话 看这样可不可以看一下啊 呃 第一个是 不要的 所以第二个是ok的 但是第二个 我们可能是想要把它用进去一个 呃 物件 所以我们 先试试看吧 我们做一个for回圈来把它物件化好了 你看这个会自动帮忙乱排哈 每个人习惯不愿 我习惯是用试行 所以我们如果是第一个呢 先只弄一个出来看看 那 用出来的 我们 叫做 data obj 那 他的 嗯 id id 等于 data 取出来之后 他的id 那我们输出看看 log data obj 看看 好 执行 呃 不能将id属性设为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啊 这里错了 这里是 从零开始 看一下是从零还是从一 id 这个 啊 get value 是不是 看一下 quistar 这边 data 诶 可是这边是直接出来 对啊 data 然后i 进来之后 0 给他嘛 对啊 这样 这样0给他 呃 无法将id的属性设为a1 a1 对啊 object 设为a1 a1 就是 这个嘛 a1 所以 还是要做一个new object 嗯 果然可以 看一下 记录 id等于a1 ok 好 那一样啦 我们会有几个 数值 就是跟上面这个 刚好是 是相反 123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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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 那我们就照这上面的 他这里是 建立的时候是天字嘛 那相反就是把值取出来嘛 好 所以我们一样data obj 我们复制一下 这样不用打那么多字 2 3 4 5 6 7 那这边会是 name time host typ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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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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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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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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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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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抓出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抓出來的資料是不是對啦 看一下執行一下 好那我們看一下記錄 好所以他就會抓出一個物件 是COST COST ID 他照的順序有點怪 但是其實是應該都有進來了 那我們先不管他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要填一下datas的lan 啊 跑掉了 GTH 好那長度 那這樣的話整個就會 然後我們再建一個這裡 去 存新的 要防衛的 RELUCT 轉移 一個陣列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怎樣 試試看 嗯 PUSH 那一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先確定之後再來做其他動作 啊 執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這邊是會是一個外面是一個中掛號就是整連那裡面會填很多 呃 物件 好那我們最後就是這個抓完之後會傳給他 會反回去給要抓他的人 那個 ip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来这个管理这边 当view 这个建立完之后 我们要去抓 那抓程式呼叫方法,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google script run 然后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来这样 google.script.run 然后他是带一个,这个就是方法的名称 那方法名称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写完了,就是这个 那表示他要去呼叫 里面的这个方法 好 那呼叫完之后 他像他底下这里是没有返回纸嘛,但是我们上面是要有返回纸的 所以要有返回纸的时候你就要去 像 上面这是没有返回纸的,就是说他不用呼叫完之后就算了 就不管他 但是底下这个是他会去说你成功的时候要做什么 是错误的时候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 这个 底下这一个啦 所以我们把它扣过来 扣过来使用 好 好,这边 所以这边从run这边开始了 那所以他成功的话 好,那成功的时候他就把 那我们这边不要带这个元件 元件先不要带 我们做一个不用带元件的方式 那元件就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 那个元件没有什么解不解锁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不用带元件了 好 好,我们再重新来view一次 当他点击 啊 填错地方 这是建立课程的地方 啊,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 我填错地方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这边是建立课程 那我们应该是丢在这边了 好 OK OK 我把它开 一点 好 那我们再view一次 就是说当我这个view建立 就是网页载入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写一个google script run 它的程式码 那程式码成功的时候 要把资料丢给 其实丢给是丢给view data 所以这个是list的 上面这个viewmodels viewmodels 就是把result 结果丢给它 那如果说发生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把 这个的debug那边写错误呢 是什么错误 那他要去呼叫的方法呢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get data 然后应该是去呼一个失败的控制 然后一个叫做取得 应该是这边要去填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取得所有资料回来 好 所以当他开始建的时候 他就自己去后面去抓资料 然后抓回来的时候 正确就会填进去 错误就显示错误 那这边就没有了 lismaviewmodels 就是这里好这一行好 那我们这边就不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不是ok 好那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那把它打开 哇他没有去抓资料回来 所以表示载入完之后 他并没有去抓到资料 所以这里是失败的 所以这里是哪里失败呢 对呀他应该是 是google script.run 那是去做getclasslist 去抓这个资料 那抓回来之后 如果成功的话 就是去把它填进去 还是说他是非同不 所以他不能用list呢 我们改成app看看 丢进去给viewmodels 丢进去给viewmodels 那错就显示一个错误 那这样做好 ok抓出来了 好那他就去把所有资料抓出来 但是抓的资料感觉 为什么都是亲师共读 所以有问题 抓的资料有问题 好那至少有资料抓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除错一下 好 result 所以他是去抓12 123 123 4 6 7 8 8个 等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抓的资料 是不是对的 检查一下 是不是刚才都是亲自控 诶 没有资料 给Data list 对 啊对 我忘记做log 是不是在刚才抓资料没有把它 其实没有看的很很很好了 看一下哈 果然这也抓的时候就有问题 你看都是亲子共读 好那我们这边再来修正一下好了 呃 丢参数进去不是push吗 我们来查一下JavaScript的阵列 那是JavaScript Array 新增 那新增Array是这样吧 Joy 增加清楚删除都不是我们要的 TableMap 那还有什么呢 为什么都写这些有的没有的呢 新增元素 push 他是丢新的东西 好那我们来改一下方式好了 嗯 可不可以直接用I 好那我直接用第几个阵列进来 这样来试试看可不可以 去指定一个 指给他 但是可不可以从1开始试一下好了 哦 亲子共读 嗯 还是都一样都是亲子共读 为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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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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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们先不要管 正列的时候 它是不是正常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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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opc 把它丢进去 照理说这边是要不一样的嘛 好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边都是亲子共读 表示抓的资料就是有问题 好所以这边的是对的A1 肢体CG A2 OK这边都对 但是 丢进去这个阵列里面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 好那丢的时候 所以阵列到底要怎么丢 新增 这都是新增元素add 来查一下 这个是push append something to an array 看一下这个好了 来看一下push 所以它是push 对啊它是push 那为什么会是有问题呢 还是要宣告newarray 那不然的话我们把它把它称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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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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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值都已經改變了 我們先把這一行掉進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所以是A1對A2是沒問題 所以真的是這一行的關係嗎 再把它丟出去看一下 執行 嗯,果然是這個關係,因為它都一直存著 同樣一個東西,所以它認為它是一樣的 所以 物件建立在這邊 拿去填值,填值1,把它Push進去 那你要宣告nearray,可以宣告成這樣應該也可以,再來做一次看看 檢視 執行記錄 A1,肢體,A2,肢體 沒錯 好,那我們這樣就可以把它 返回 好,那這次應該就沒問題了 我們把它關掉 再把它開起來看看 好,所以它就會顯示 A1是肢體,CG,A2也是肢體興趣 那B1,音樂,律動,C2,樂團 藝術創作 全部都OK了 但是呢,這個 字有點大 字有點大 的話 好吧,先不管它了 反正先可以用就好了 那比如說它點詳細的話 它就會給它一個詳細的 資料是第幾個 那我們 再來繼續 分解好了 錄影先到這邊 再次見